我们有可能因为外在的状态而感受到自己内在的匮乏 或者是因为内在的匮乏而过度专注在我们外在的样貌 当我们觉得自己是匮乏的 自己是丑的 不够好的时候 就算是有帅哥美女看上你 有可能就会有自我破坏的行为 觉得我是不是配不上他 嗨大家好 我是Siri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议题是self image 就是自我形象 也翻译成自我意象 因为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 其实会影响我们跟其他人的互动 就像在我的书里面有提到的 就是美国的心理学家Carl Rogers 其实就有讲到 我们人对自己的自我架构 self concept 来自于三个元素 一个就是self worth 就是我们的自我价值 一个是我们的self image 也就是自我意象自我形象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理想中的自己 所以这三个部分构成了 我们自己对自我的认知 跟我们自己的架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漂亮的 都希望我们呈现最好的那一面 那之前的影片 多着重在我们希望别人可以看到我们的潜质 可以表现的能力 但今天我想要更多讲到的是 我以前觉得很肤浅 但是其实在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外表 我们的外貌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外面医美诊所 真的到处都是 那到底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其实可以借这个机会都进场维修一下呢 还是真的就像以前我们的年代人说的 自然就是美啊 我们要呈现自己最自然的样貌才是好呢 那不管是男生或者是女生 尤其是现在这个社群媒体的发达 所以大家都常常可以po照片 透过滤镜或者是修图 让自己呈现的更好看 所以现在大家对于外表 可能比以前还更看重了 那很久以前就有人来敲碗容貌焦虑这个议题 但这议题我其实一开始一直不太敢碰 因为我自己在容貌焦虑中 我一直都觉得我没有完全走出来 对自己的身材样貌 一直都不是非常的有自信 但是我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 差不多到45岁跟到50岁 这个分水岭以后 对于自己的样貌有不同的见解 有几个原因吧 我想因为首先第一个 就是我们已经过了被追求 或者是从人类学来说 可以生育的时代了 所以女性对于自己的定位 也开始有一点不同了 再来呢 到了一定的年龄 你就会发现 你的内涵跟你的外在的比例 以前可能外表稍微多一些 慢慢慢慢的 你的内在的内涵 或者是你的能力成就 可能更多一些 那今天要谈这个主题的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最近一两支影片 有看到观众们有留言 亲朋好友大概也有跟我说 最近看起来好像比较漂亮一点 那真的很不好意思 要跟大家讲这个 但是呢 就在我对自己的容貌 焦虑的程度慢慢减低的时候 我反而决定进场维修了 虽然大家看不出来 我到底是动了哪里 但是好像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子的效果 所以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说 我是有进场维修了 最后再来跟大家分享 我到底是做了什么项目 那首先我们先来谈一下 美的定义 如果你去任何的国家的博物馆 看过去的话 你就会发现过去的美女 跟现在的美女 其实定义很不同 包含身材也是 我记得90年代 其实那种颓废 然后皮包骨的身材 一度在Kate Moss这个名模的引导下 曾经是当时的风潮 然后我们也有看到比较风银的美 然后比较健康的美 那我记得我刚刚搬回台湾的时候 我还有听到家长跟女孩子说 不要太多运动 因为女生不要有肌肉的线条 但是到我们现在就发现 这个有肌肉的线条 然后马甲线 其实是我们女生也会喜欢追求的身材 所以就我在世的这些年来 其实我们大家的审美观 已经改变了非常的多了 再来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就是 不管是容貌也好 衣着的品味也好 真的在每一个国家 大家的看法都不一样 我记得我穿了自己最时髦的衣服 到我澳洲的学校 那时候被大家笑死了 说怎么到处都是pattern 大家都喜欢比较素一点的衣服 然后我到美国去工作 念书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我的身材是很正常的 或者是我之前老板还说 觉得我太瘦 可是我一回来台湾 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身材可能是需要穿XL的 但是我们自己是怎么看自己呢 其实对自己的影响最重要 自我形象自我意象 这其实就是鸡身蛋或诞生级 因为如果我对自己很有自信 不管你长得怎么样 你的举手投足 都是对自己带有自信的时候 有那种自信的魅力 好那当你自己觉得 自己有这样子的形象的时候 别人也会因为你自己的自我认知 而这样子对待你 但同时如果你自己的自我形象 是非常好 觉得我自己是很美的 可是走在外面 大家都说你不是 你就是很丑 有意识的想要批判你的时候 这也很难维持我们的自我形象 也很难觉得说 全世界都觉得我丑 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觉得我很美 所以自我形象这个东西 其实它是很容易 随着外在的环境变动的 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 美的定义 在不同的文化 在不同的时代 它一直不停的在改变 那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自我形象 是比较正向的呢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大家的功课了 那在我的书里面 我有提到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psycho cybernetics 就是心灵控制工程 这一个理论 其实是来自于一个整形外科的医生 他发现了 当他改变了某些人的容貌的时候 这些人会因为他变得比较好看 因为有些人是毁容 或者是天生有什么样子的状况 当他把他们的容貌整理好的时候 他们会更加的认同自己 表现出自己的自信心 所以容貌本身可以改变他们的人生 还有他们的选择 他们的自我认知 但是同时他也发现了有一些人 不管再怎么整 他们永远看不到自己的价值 所以他们会陷入就是一直不停的在整形的这个漩涡里面 就是因为他们的内在觉得自己是匮乏的 自己是丑的 不管在外在动了再多的刀 再怎么整理 他们还是觉得自己是不够的 所以psycho cybernetics 就是心灵控制工程 他其实要讲的就是 我们的内在 我们的潜意识 好像是有一个雷达的 对自己是有一个形象 有一个目标的 所以虽然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我们的潜意识会引导我们往那个目标前进 那当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容貌是好的 是对自己有一定的自信的时候 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 但是当我们觉得自己是匮乏的 自己是丑的 自己是不够好的时候 那我们的潜意识不管怎么样 就算是有帅哥美女看上你 你其实自己都会觉得 我是不是配不上他 我是不是不够好 在这样的状况下 有可能就会有自我破坏的行为 这个自我破坏的行为来自于自己的不自信 因为我不够好 所以他一定是会怎么样 或者是他还没有发现我的缺点等等的 所以今天要讲的就是 我们的容貌其实会带给我们自己的行为 还有自信非常大的影响 那所以在医美这么盛行的时代 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我认为就像MBTI一样 我们的DNA它其实就是有给我们一个模板 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怎么可以优化 或者是让我自己对自己更有自信 或者是自己觉得更健康 这个是我们后天可以加强的 那在年轻一点的时候 我对于医美可能有比较负面的想象 是因为一直想到的是整形 就是改变自己的容貌 但是随着医美技术更发达 我发现其实有些医美的项目 它可以让你做的事 让你的状态更好一些 这就有点颠覆我之前对医美的想法了 并不是要改变自己 而是怎么样可以更好地呈现 自己原始的状态 这是为什么我现在在这个年龄 会选择医美的原因 但是我必须要提到的就是 像上支影片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滤镜看别人 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 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贫穷过 看到别人去争取资源的时候 可能觉得这个人太过极端的自私 或者是过度的积极 但是那是因为我们自己从来没有资源匮乏过 再来就是比如说你是非常有创意 或者是很多幻想的人 当别人只是实事求是 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的想象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太古板了 所以常常我们看别人都是带着自己的滤镜 我们会不自觉的忘记 我们与生俱来天生的资源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我很难站在这边跟大家讲说 一定不要去改变你的容貌 我们就应该自然最多就只是优化你现在的状态而已 我觉得这并不是我适合说的话 每个人的起跑点都不一样 你想要选择什么样的项目 也都是来自于你理想中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那对我来说 以我这个年纪50岁 我想要的理想状况 其实就是能够让我优化现在的样貌 我不可能完全没有皱纹 我也不可能现在变得跟我30岁或20岁 或者40岁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可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我还是会化妆 我还是希望我可以呈现最好的状况给大家 所以这个就是大概我对医美 跟我对自己如何去维护自我形象的观点 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也知道 女人大概到了一个年纪 尤其到50岁 其实胶原蛋白都有一定的流失 所以除了在饮食上面有注意去补充之外 那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做的项目就是凤凰电波 那凤凰电波我喜欢的原因就是 它还是让我看起来是比较自然的状态 所以自然就是好像并没有去特别动哪一个部位 但是呢 它会刺激胶原蛋白的增神 所以跟大家分享 这个就是我做过的项目 凤凰电波 有一点我非常想要大家理清的就是 到底什么是改变自己跟优化自己的界限 我觉得这个是见仁见智 那我在这里也不是提倡说 我们希望完全改变自己 或者是找到一个你理想的样貌 可是这个样貌跟你的DNA 其实差了十万八千里 我们也不是希望大家追求这样子 而是说怎么样可以呈现出比较靠近你理想中的状态 但理想中的状态是否实际 我觉得真的要跟医生一起讨论 那真的有些医生当然是比较会因为业绩关系 鼓励你多去做一些项目 不过我很幸运的就是我找到的诊所 医生其实非常实际的告诉我说 其实你现在的年龄你现在的状况 如果要自然的话 这些是可以调整的其他的让他自然的发生 所以我非常感谢有这样子的医生可以给我做咨询 告诉我就说哪些是可以优化的 哪些不要改变 所以我觉得进了医美或者是在自我调整的过程中 其实大家也要抓到自己的底线 因为有的时候医美会因为他的业绩而去告诉你说你需要更多的项目 所以我觉得在做任何调整的时候 就是说我真正理想的样貌是什么样子 那当然今天讲的是医美 那其他可以改善我们自己外表的方式 包含运动还有饮食等等 好好照顾自己的躯壳 照顾自己的身体 真的就是爱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 我们不只要增加我们自己内在的修养 其实我们外在的身体也是不可以被忽略的 那最后还是要提到就是说 其实我们内在跟外在都是有连结的 我们有可能因为外在的状态而感受到自己内在的匮乏 或者是不自信 或者是因为内在的匮乏而过度专注在我们外在的样貌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到医美前或者是做任何事情前 我们可以先静下来想一想 就是说我理想中的自己是什么样子 这是实际的吗 我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更健康 更有能量的活下去 那这包含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 照顾好我们的躯壳 然后还有照顾好我们的内在 也跟大家分享 我这次去做凤凰电波的诊所 叫做瑞泰诊所 会选择瑞泰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他们的理念跟我是相符的 就是我还是希望呈现我这个年龄的样貌 而不是看起来像20岁或30岁就是真的皮肤非常紧绷 完全没有皱纹的状态 还有就是他们的团队全部都是整形外科医师 还有皮肤科的医师所组成的 所以让我非常的安心 他们看的就不只是皮肤表层这个胶原蛋白的流逝 更多是看到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脸的架构 就是某部分会下垂 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们可以怎么样做一些提拉跟补充 让我们的脸看起来紧实 可是不会变一个样貌的 这一点是让我觉得非常安心 也是我选择他们的原因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我会把瑞泰的资讯放在下面 提供大家参考 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